欢迎收看小春电影,本期要分享《烈烈红尘》,出名女星朱莉比诺·史丹任主演。 法国著名小说家乔治桑留下过许多风流运势,比如她爱过雨果,爱过巴尔扎克,爱过弗洛拜,以及大名鼎鼎的小邦。 而该片则讲述了乔治桑和世人谬赛之间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。 19世纪初,女孩露西出生在法国的贵族家庭,由祖母教养成一个淑女。 她早早叫做人妇,育有一双儿女,宝学诗书又思想独立的她,喜欢写作,渴望自主和自由,同时对专制的丈夫,枯燥的婚姻感到厌弃。 经过多年的反抗,露西摆脱掉丈夫的束缚,她带着儿女来当梦寐以求的巴黎。 当时的巴黎刚遭受七月革命的战火轻压,混乱而迷顿,但也是艺术发展的蓬盛时期,这里天才汇翠,汇集了各路流派的艺术家。 露西投奔了在巴黎的作家朋友,正式开启写作生涯,她给自己取了个男性化的笔名,乔治桑。 因为那时候,女性社会地位低下,没有人会倾听一个女人的声音。 很快,她以笔名出版的作品奉命文坛,乔治桑从此声明确起。 因为有困幼与婚姻的经历,她认为女性应当有追求性和自由的权利,而不是当一个只能言听计从的附属品。 为了生命自己的思想,特立独行的乔治桑穿男装,抽雪茄,骑马喝酒,出入各种女性禁止的场所。 这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举动,为她吸引了大批的追求者,但也招来不取和骂名。 一场艺术沙龙上,一名评论家对乔治桑冷嘲热讽,而她那几年不堪的婚姻也被大伙当作谈资议论。 正当乔治桑有些沮丧时,一个英聚的年轻人主动上前,对她的言论表示欣赏。 对方就是诗人谬赛,在文坛已颇有名气。 谬赛有些微醺,看乔治桑的眼神柔情烈眼,交谈半晌,她突然说,我现在想吻你, 然后便轻轻点水地在女人的唇上轻轻一吻,而这一吻也让乔治桑怦然激动。 谬赛21岁,比乔治桑小整整6岁,最情艺术,声色全马的巴黎,滋养了她放荡不羁,有纤细敏感的性格。 那一次短暂美妙的邂逅,让她难以忘怀。 每多久,她通过朋友拿到乔治桑家的地址,主动登门拜访。 当时,乔治桑正和几个朋友在家里玩闹,谬赛感到吵闹拘谨,便提前告辞离开。 谬赛桑追了出去,约她晚上一起去看戏,戏是路易士一时期的历史剧。 谬赛对这类戏剧早已审美疲劳,评价得非常犀利。 于是,乔治桑又请她审阅自己正在创作的一部历史剧。 深夜,乔治桑正在俯案创作,门铃忽然响起。 她起身开门,门完站着兴奋的谬赛。 她一口气看完剧本,对这个故事爱不释手。 故事的主人公是15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家洛伦佐。 这位英勇的肖雄谋杀了当国王的堂弟,是当时的实际统治者。 谬赛对洛伦佐的黑暗面深深着迷。 她表示,自己对背叛这种罪恶的刺激感有着强烈的迷恋。 她曾在打猎时朝自己的弟弟开过一枪,结果那一晚,两人通宵长谈。 从此,谬赛成了乔治桑家的常客。 可他们的来往招来了许多非议。 比如姐弟恋,乔治桑的婚姻经历都是诟病的话题,幸好他们都不以为惧。 不久,两人相约去意大利游玩,谬赛将此事告诉家人,造致强烈反对。 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和乔治桑来往,弟弟也再三相劝。 谬赛一气之下从家里搬了出来,拖着行李到乔治桑家求收留。 当晚,两人激烈热问纵情交融,终于让彼此的爱意和激情坦诚相见。 谬赛的热情取悦毫无保留,让乔治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幻育中。 转眼间,乔治桑的儿女到了入学的年纪,他和谬赛的意大利之旅终于划上日程。 出发前,乔治桑去拜会谬赛的母亲。 虽然老夫人说话语带锋芒,可终究还是把儿子的旅行费拿出来,交给了乔治桑。 因为谬赛吃喝嫖赌,且在他荷包里待不了多久。 从巴黎去意大利,沿途风光秀美,马车将两人圈在密闭的小世界里,他们耳鬓撕磨,一路缠绵。 但连续的纠缠劳顿,让乔治桑的身体过于疲劳,加上环境脏乱,他患上了利己。 这让生性贪婉的谬赛很扫兴。 他把乔治桑扔到一边,然后偷偷到花街柳巷寻欢作乐。 而乔治桑为了赚旅费,还得撑着病体写作。 谬赛放荡的行为和没心没肺的样子,都让他感到失望。 好不容易到了威尼斯,乔治桑的病情加重,只能请酒店老板去找医生。 谬赛被威尼斯绚丽的夜生活身世蜥蚁,房间根本待不住。 预生刚进门,他就急不可耐地转身离去。 等他一夜放纵回来后,乔治桑的病已见好不少,这都要归功于医生帕杰罗。 对方久仰乔治桑的大名,不仅主动做向导,还想请他们吃顿餐。 到了餐厅,谬赛看到还有不认识的人,顿时没了耐心,他转身就走,把乔治桑一个人扔在原地。 谬赛在威尼斯过得颇为恣意,每天除了玩就是赌和嫖,而乔治桑则拼命协作。 因为开销太大,吕飞很快就见了底。 原本他对谬赛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因为他不想通过束缚获得忠诚。 直到有天,他翻开谬赛的画本,看到自己的画像和妓女一样露骨,终于忍不住爆发。 谁知道,乔治桑阴阳怪气的逼吻让谬赛反感,他索性顺着女人的话,把他和其他妓女一样明码标价。 一番争吵过后,谬赛摇摇头表示,这种筋疲力尽的爱让他欣慰所然。 事后,谬赛问帕杰罗要鸦片,结果不加节制的吸食使他精神失常,做出种种怪弹滑稽的举动,比如淋浴暴走或者跳进河里。 幸亏他被好心的修女救起。 等到乔治桑发现时,他也患上严重的脑炎,高烧不起,命悬一线。 乔治桑绝望无比,他整日整夜地照顾谬赛,甚至做好了共同赴死的准备。 依靠帕杰罗竭尽所能的救治,终于把谬赛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 另一篇,乔治桑和帕杰罗在相处中见生情愫。 乔治桑心里明白,自今感情的天秤已经倾斜。 谬赛醒来后,敏锐地察觉到自己被背叛了,他开始频繁发狂,尊本无法自控。 一天,他发现乔治桑偷偷给帕杰罗写信,一时间他怒火中烧,写些把乔治桑活活掐死。 帕杰罗及时赶到,将乔治桑紧揭露在怀里,声称要将他告上法庭。 谬赛终于清醒,但谬赛的心是真的游走了,于是他请求让自己回到巴黎。 返回途中,谬赛悲痛欲绝,他让乔治桑写信,上面写道, 你叫我走,我就走,你叫我活着,我就活。 但我迷失了,不知道是在走路,呼吸,还是说话。 此后,他们仍然保持通信,谬赛的每一封信都热忱地表达思念和爱意。 而乔治桑一一回避,只是平静地叙述自己安稳的生活。 结果谬赛一蹶不振,终于沉溺在酒色和鸦片中,再也无心创作。 一段时间后,乔治桑决定结束意大利之旅回巴黎,帕杰罗一同随行。 谬赛苦苦守候在乔治桑家楼下,终于如愿等到新上人。 可乔治桑不愿面对,直接将他锁在门外。 谬赛万念俱灰,就像扑火的飞蛾被钟情的烈焰隔绝在外。 为了排遣痛苦,他向一位贵族小姐求了婚。 会里举行在即,谬赛却得知乔治桑和帕杰罗分手, 因为南方编卖假古董被查获,逃回了意大利。 谬赛听说后,撇下未婚妻第一时间跑到乔治桑家, 结果他们再次侵占彼此的身体,从未如此投入忘我。 而旧时复然的结果只有一个,就是重蹈覆辙。 乔治桑多情不爱,有数不尽的群下之臣, 这让敏感的谬赛时常陷入怀疑和记恨中。 一场聚会上,有人高声谈论乔治桑的风流艳势, 这狠狠刺痛了谬赛的软肋。 他二话不说,大打出手, 乔治桑赶来劝说,却遭到他更尖锐的挖苦。 于是乔治桑怒不可接,直接宣告彻底分手。 事后乔治桑冷静下来,开始后悔自责。 他写行向谬赛忏悔和施爱,却始终收不到回信。 乔治桑不死心,跑到谬赛家找人, 但无论他如何哀求,谬赛就是对他闭门不见。 乔治桑痛失所爱,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他计划回乡下定居,远离喧嚣和烦扰。 离开前,他剪掉自己的一头长发,准备和谬赛再见最后一面。 那天下着大雨,乔治桑见到了日思夜想的谬赛。 他看起来颓唐疲惫,全无当年的意气风发。 尽管他们仍然相爱, 但这段刻骨迷心的感情已进行将就幕,再无回春的可能。 乔治桑的马车驶离后, 谬赛绝望地倒在大雨庞陀的街道上。 六年过后,乔治桑在乡下养风种植,过得还算惬意。 妙赛写了一本追忆他们爱情的书, 乔治桑一看,也想写一本,便托朋友给妙赛拿回自己的信。 奇怪的是,里面却少了他最后求和的信件。 乔治桑决定亲自回一趟巴黎, 然而当他赶到妙赛家时, 见到却是穿丧服的妙赛家人。 原来,妙赛和他分手后,就离开巴黎去散心。 而乔治桑求和的信件都被妙赛的家人藏了起来, 他们也因此彻底错过。 就在前几天,妙赛因过度训酒而病逝。 乔治桑独自来到妙赛的墓园, 往事如云烟一幕幕重现。 妙赛是他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全身心爱过的人, 当年因为年轻自大分开, 如今天人勇格, 剩下的只有毕生的追忆。 日后,乔治桑又开始艳遇之路, 他穿着男装叼着雪茄, 出现在巴黎的名流军会上。 据说,小邦就是被他叼烟的模样, 深深吸引住了。 好了,这里是小春电影, 我是小一, 感谢本文作者葫芦小姐, 下期不见不散咯。